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圣明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圣明之下 他也曾别血公平 骨肉相残 也曾而与我诈血与星空 让我们翻开大唐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王爵仁著作 血腥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节草鲜花遍地愁 龙争火到几时休 抬头五月初再看凉堂 进汉州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语话说唐朝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呢 咱们说到趁火打劫 邓里克汗率军南下 力宝鞭塞 唐朝使者再三献祭 前两条进攻路线都被否决了 耀子昂没辙了 耀子昂就是唐朝的使者 他向邓里克汗提出要攻打燕军 看来这耀子昂心想 这回合人不是他想象当中那么好忽悠的 这帮不见兔子不撒婴的家伙 在得到明显的好处之前 是绝对不可能替唐朝出半点力气的 而且就算出力 他们也绝不会替唐朝独当一面 顶多就是帮唐军冲冲门面 敲敲鞭骨而已 最后呢耀子昂呢 只好再退一步 拿出了第三个方案 请回合军队自陕州大阳津 今天三门峡市北黄河渡口 渡过黄河游太原仓 负责供应粮草及所有军需 然后与唐军的诸道军队呢 一路动进 这事儿邓丽可汗呢 看在太原仓这份上 勉强接受了这个方案 为什么呢 回合人什么目的 前两条路线都让回合人去 主动去打燕军 那都是在燕朝的这个地盘上走 那回合人不愿意干这活 这回呢 好歹想想行了 有太原仓可以抢也行 于是乎呢 在保安元年十月戴宗任命长子 雍王李氏为天下兵马元帅 使耀藏魏聚为左右乡兵马使 中书使人韦绍华为判官 也是执行官啊 几时钟李进为行军司马 命其今日开赴陕州 与诸道节度使 即回合军队会合 客气攻进洛阳 本来啊 戴宗呢 是想啊 启用郭子怡为副元帅的 但是呢 这事招到了成元镇 以及这个 于超恩他们的这个反对 只好呢 加授时任朔方节度使的 扑顾怀恩 同平章市 领诸军节度行营 就相当于各道特遣兵团 总司令官 作为雍王李氏的副手 10月下旬 雍王李氏率部 进敌陕州 当时回合军队 已经进驻河北县 就是今天山西平路县 雍王出于礼节呢 便率左右蜀官 及数十骑渡过黄河 主动前去拜会 登里克汗 此时的李氏 当然不会想到 就是这次旨在 增进感情的拜会 却引起了一场 不大不小的礼仪风波 怎么回事呢 双方见面的时候 雍王李氏 以平等之礼 觐见登里克汗 可不料登里克汗那边呢 怒了 当场指责 说你李氏 为什么不以 拜武之礼觐见呢 什么叫拜武之礼 所谓拜武之礼 就是指 正式场合之下 臣子对君王 应行了一种 隆重的礼节 这雍王身为 唐朝皇帝的长子 隐然有储君之尊 当然不可能 像回合克汗拜武 宾主双方的刚一见面 还没来得及说客套话呢 登里克汗就给了年轻的雍王一下马威 现场气氛顿时是极为尴尬 耀藏马上站出来 替雍王挡架 声称雍王身份 不适合进行拜武之礼 登里克汗 瞒目的弄容 一言不发 其帐下将军车逼 知道克汗是想借题发挥 静止走到耀藏面前 声色俱立 唐朝天子 寄予克汗 相约为兄弟 克汗就相当于是雍王的叔父 他岂能不拜武 那你辈儿小啊 耀藏那边寸步不让 雍王天子长子 今为元帅 有中国储君 向外国克汗 拜武呼 且两宫再兵 两宫谁 玄宗宿宗 刚死吗 不应武道 双方就这样 你来我往 唇枪舌剑 但是始终僵持不下 最后车逼恼羞成怒 下令将雍王带来的属官 但是耀子昂 魏决 魏绍华 礼尽四人 全部拉出仗外 每人鞭打一百 同时 雍王李氏 年轻不懂事为由 将他逐出大营 迁回了善州 耀子昂等四人 全部都被打的是 皮开肉战 奄奄一息 只过了一晚上 魏决和魏绍华 就因为伤众不致 双双毕命 毫无疑问 这样的结果 无论对于 雍王李氏来讲 还是对于 整个礼堂王朝而言 那都是一个令人 难以容忍的 欺齿大辱 可是呢 雍王只能忍 李唐朝廷也只能忍 因为他们有求于忍 因为唐朝 现在根本惹不起回合 这件事表面上 看来是一个 简单的礼仪问题 事实上涉及到了 一个朝廷 一个国家的尊严 因为雍王李氏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亲王 而是潜在的帝国 储君 未来的大唐天子 这样的身份 又岂能向一个区区 回合克汗 卑躬屈膝 行拜武之礼 其实如果此次来的人 不是雍王 而是另一个普通的 李唐亲王 邓里克汗说不定 也没兴趣 就强调什么礼仪了 反正拜拜 都说不了什么问题 恰恰是因为来的人 是戴宗的长子雍王 邓里克汗才 故意的小题大做 解力发挥 目的就是想借此 证明回合 对唐朝所拥有的 强势地位 让李唐王朝 在回合面前 永远抬不起头来 永远的屈居弱者之位 可问题是 在这次风波当中 李唐的好几个朝廷官员 被无端鞭斥 并且羞辱而死 这怎么办呢 答案是没法办 无论如何 雍王李氏和李唐朝 至少保住了自己的底线 事关朝廷尊严 和国大尊严的底线 尽管说自安史之乱 爆发以来 这样的底线 屡屡遭到内忧外患的挑战 甚至可以说 不止一次被突破了 可是绝不能因为 他曾经被突破 或者还将被突破 就此从破冠的破摔 就放弃精神上的坚守了 这道理就跟一个人 即使被敌人杀死了 也绝不像敌人下跪 是一样的 孔子的学生子录 曾经用他的行动 给后世留了一句名言 君子死而官不免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君子就算是死了 也不能丢掉官帽 丧失尊严 勇王李氏在礼仪问题上的坚持 实际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一个人 或者一个国家 可以因为实力不及 而输给对手 这是实力的问题 但并不等于 他就应该在精神上 向对手屈服 这两件事是绝对 不能画上等号的 更不能混为一谈的 现在有些人经常说 谁是谁国强 谁是谁怎么着 我们就应该崇拜他 这是完全错误的 难道在实力上完全屈居烈士的雍王 就不应该在事关个人尊严 国家尊严的事情上 仍摆出架势吗 难道优势占尽的回合人 就应该像处处 忍让的唐朝争取尊严 而完全屈居烈士的唐朝 反而不该像咄咄逼人的 回合人争取尊严吗 好像耀朗等四人的鞭子 是应该矮的 好像魏聚和韦绍华也是应该死的 谁让你惹怒了 代表正义的邓丽可汗呢 事实上的邓丽可汗是什么货色 他是一个以援助为名 行截略之时的强盗 这个强盗不仅要在物质上占尽便宜 还企图在精神上占尽优势 如果说这强盗对李唐王朝 肆意凌辱 百般勒索的做法 也可以称为正义的话 那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是非正义的呢 保应元年10月23日 戴宗李玉发布诏令 命唐朝周到军队分别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大举进军洛阳 西陆军以破过怀恩和回合军队为前锋 以陕西节度使郭英义 神策官军容使于朝恩 殿后 自陕州今天河南三门峡出发 经免持今天河南免持东晋 北陆军由泽陆节度使李鲍玉 自陆州今天山西长治出发 经河阳南下 今天河南梦州 东陆军由时任河南副元帅李光碧 从徐州出发 经陈流 西进就是今天河南开封的东南方 史超义在得到这个情报了之后 那不用想啊 那绝对是大惊失色 立刻召开军事会议 听取各将领意见 阿什拿澄清说了 唐军呢 要是只出动汉人部队 我们可全军出击 与之决战 可问题是 如果有回合军队参战 其兵封啊 必然锐不可当 我军营退守 河阳避其锋芒 史超义趁音半场 最终呢 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而是决定啊 死守落阳 此时的史超义并不知道 这愚蠢的决策将加速他的败望 十二十七 西路的唐军 啊 联合回合部队 率先进敌洛阳北郊 分兵出击淮州 今天河南沁阳 次日将沁阳攻克 对洛阳形成了包抄之势 三是 唐回联军进敌衡水 就是今天洛阳北郊 数万燕军在此构筑迎战 与官军对峙 扑古淮安自率一路从西面进攻 另前惊奇和回合骑兵 绕到燕军迎战的东北郊 两面夹攻一举大破燕军 得知城外的部队失利 史超义随即亲率十万精锐 出城增援 于昭爵寺一带列阵 唐军趁燕军立足未稳 突然发动进攻 燕军是猝不及防 死伤慎重 但是仍旧呢 坚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于朝恩派出五百名神剑手参战 给燕军造成了更大的伤亡 但是在史超义的亲自督阵之下呢 燕军却表现得极为顽强 依然是坚守不退 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了 如果唐军迟迟不能突破对方防线 士气必然会受挫 一旦燕军发起进攻 唐军将即位不利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镇西节度时马林队左右说了 战况危惊 随即是单枪匹马杀入敌阵 在万众之中是左冲用途 连把燕军两面另起 总算是撕开了一个缺口 身后的唐军主力是趁势杀入 燕军终于抵挡不住 镇势随即瓦解 随后燕军且战且退 唐军是穷追不舍 双方又在石榴园 老军庙都在今天河南沁阳市一带 数度激战 但是燕军士气一丧 而唐军则越战越勇 燕军退至尚书谷 自上而下都已经无心恋战了 各部争相溃逃 人马互相的践踏 纷纷跌入坑谷之中 唐军是一路的砍杀 共斩首六万余击 俘虏两万人 史朝义这一看 大势一去 只好是放弃洛阳 带着家眷和几百名清旗兵 向东而逃 唐军随即克服洛阳和和阳三城 扑谷还让回合军队 驻守了和阳 命其子右乡兵马使扑谷畅 以及呢 朔方兵马使高辅成 率步骑一万多人 乘胜东进 选求克服郑州 史朝义一路往东逃窜 到了汴州 今天河南开放 他属下的沉流节度使 张献成却紧闭城门拒绝收容 史朝义万般无奈 只好亡奔婆州 今天山东潭城县 史朝义前脚刚走 张献成后脚就打开城门 牵头命了 燕军终于跑了 两度失险于叛军之首的东京洛阳 终于是回到了李唐王朝的怀抱 可是此刻的洛阳百姓 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 唐徽联军非但没有给他们带来福音 反而给他们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大唐官军和回合友军浩浩荡荡的开进洛阳之后 总共就干了四件事 烧杀抢掠 把洛阳扫荡一空之后 唐徽联军又变本加厉 一股作气洗劫了郑州 汴州 汝州 汝州等地 辞职通鉴 二百二十二卷 回合入东京四行 杀掠死者万计 活来已寻不灭 朔方 神策军亦以东京 正变汝州 尽为贼境 锁过裸掠 三月乃起 必无荡尽 世民 即一旨啊 中原的世神 百姓是无论如何 也不敢相信的 眼前这穷凶极恶的强盗 就是他们日思夜叛的官军啊 他们是目瞪口呆 心胆俱丧 久久回不过神来啊 等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 房子被烧光了 财产被抢光了 胆敢反抗的人都被杀光了 活着的人身上的衣服也都扒光了 所谓市民皆一纸 就是无论官商市民 还是男女老幼都扒得一丝不挂 只能随便抓几张纸来遮羞啊 当然了 这最后一项遮羞物 大兵们是不会抢的 因为纸 对他们是毫无意义啊 熊熊的大火在洛阳等地 燃烧了数十天啊 烧杀裸掠 整整持续了三个月 当劫后余生的大唐 子民们穿着薄薄的纸衣 矗立在焦黑的废墟上 蜷缩在深冬的冷风中 他们肯定都在苦苦思索一个问题 为什么叛军来了 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而官军来了 这一切就都发生了呢 同时引发的问题是 什么叫沦陷 什么叫光复 谁是官兵谁是寇贼呀 其实早在戴宗派扑过怀恩去 跟邓里克汗谈判的时候 洛阳及父亲周县就已经被 李唐朝那作为利益交换的筹码 给卖给回合人了 那既然朝那已经跟回合人 达成了这种协议 那么唐军官兵 当然有理由把洛阳等地 视为贼径了 所谓贼径就是贼人的地盘了 那既然是贼人的地盘 那官兵们想当然了 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 换言之 当李唐朝那又回合人 达成协议的那一刻 东京及附近的周县 就已经不是 亟待朝廷就光复的沦陷去了 而是唐回联军眼中的大肥肉啊 是亟待他们去 绝取的战利品啊 所以中原的百姓 实在没什么好抱怨的 这就是他们的命啊 在历史的大气盘上 在政治的异局当中 老百姓的性命和财产 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 老子早就说过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口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出口啊 在中国历史上 每逢动乱年代 老百姓的性命 往往的溅入草间 只能在逐鹿群凶的刀剑和铁梯下 流血和身影 就算生在和平年代 老百姓也随时会被政客们献上祭坛 充当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啊 所谓苍生福祉 所谓百姓利益 往往是统治者拿来当政治口号来用的 绝对不可以当真 所以原人张扬号才会发出这样的好谈啊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啊 几千年来 中国老百姓的命运 大抵如此 有道是 兵败如山倒啊 报应元年十一月 史朝一一直在没命的往北跑 而不过海恩父子 也一直在背后玩命的追 那么 史朝一最后的结局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沙漠的风声 沙漠的风声 笑逆了几本 战场呼唤 春是几座空城 升华了盔甲 是谁在这 唱起下的雨传 唱起下的雨伤 沙漠了谁的哭门 天要爱的草包 纠缠的是终生 是谁在等 那一抹冷静的 刀风偏冷 假如苦涩 热闻的心继续平安 冷不冷 半瓶浮尘 那点点斑驳 不息的碎梦 雨落三更 厮杀中 还在贪恋红尘 是谁在等 那一笔冲撞的 前下不再去 看尽找爱恨 离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